因美国要求 韩国决定2022年1月起 释放317万桶储备油 据韩媒报道 因美国此前释放原油储备要求 韩国政府23日表示 将从2022年1月起 依次释放317万桶储备油 报道称 近期 美国曾要求韩国 日本等主要石油消费国释放原油储备 以抑制国际油价持续上涨 11月23日 韩国政府决定参与美国提议的 共同释放石油储备计划 经与韩国国内石油公司协商 并考虑到政府石油储备计划后 做出最终决定 据报道 此次释放的石油储备 占储备总量的3.3% 韩国政府表示 国内原油储备量 可以满足国际能源机构规定的标准 因此 这次释放部分储备油 不会影响到紧急状况下的国内石油供应 报道指出 对于317万桶储备油的释放方式 韩国政府计划 通过租赁方式 向国内石油公司释放208万桶原油 此外 通过招标方式 释放109万桶石油制品